大家好,我是牛哥点评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广西爱情故事里面的小勇 大家也知道昨天小勇在和他爸爸妈妈吃晚饭的时候 发布了一个惊天大消息 小勇说老爸老妈,我这一次过完年又要出门去了 就是这两天 小勇说为什么要去外面找女朋友呢 是因为上海女粉丝突然联系了他 说可以去上海相亲见一见聊一聊 然后小勇大家也知道 他接连在网上面谈了应该来说是六七个女朋友 但是谈了一个,奔一个,谈了一个,分一个 最后谈到了去年的小凤 但是小凤谈了一年零四个月 最后还是分手告终 还有去年的男女女粉丝小七 小七何小七也是谈了差不多是两个星期的恋爱 但是何小七也是有头无尾,虎头蛇尾 最后还是没有结果 然后刚好小勇也正是出于感情空白期 然后上海女粉丝的私信 让小勇再一次揽起了人生的斗志 大家也知道小勇为什么要做自媒体 小勇做自媒体的初衷其实非常的简单 让人是笑掉大牙 原来小勇做自媒体不是想成为网红 至少当时他没有这个念头 当时他这个念头就是我要打响名气 把自己的名气造得越来越大 大家也知道别人是猪怕出名 能怕壮 小勇却是不怕出门 不怕出名 为什么呢 他不出名就讨不到老婆 所以他希望自己 以自己的特立独行的这种个性 希望自己在全网能够火得最好 火得不要不要的那最好 因为这个名气打得越大 这个全国各地的女粉丝也认识就更多 所以他可以在这些女粉丝里面 挑到一个适合他的老婆 然后大家也知道小勇 其实他要去上海 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爸爸妈妈之后 小勇的老爸老妈 非常的淡定 这个老妈也非常的支持 老爸也一言 也一声不吭 但是也是默默的给小勇加油骨气 也是非常支持小勇的 然后小勇又开始在饭桌上吹牛了 说老爸老妈 你们也希望我也支持我 对不对 去上海 然后小勇说 这一次去上海 不达目的不罢休 一定会把上海女粉丝带回家里的 小勇还说了 甚至有可能会在上海 开一家大公司 然后等日后发达了 飞黄腾达了 就把自己的老爸老妈接到上海去居住 小勇还和老妈说了 你喜欢跳广场舞 以后上海的广场舞 你也可以学一学 跳一跳 感觉小勇跳跃的思维 真的是让人大跌眼镜 和上海女粉丝八次多没有一撇 小勇却已经梦想了在上海安家落户了 其实大家也知道上海什么最贵 上海的房子特别的贵 有些人辛辛苦苦 几辈子奋斗下来也买不起上海的厕所 因为上海的厕所太贵了 特别是市中心 所以小勇想要买房子 想要在上海打拼出自己的房子 上海的房子听说100多个平方就要三四千万 真的是太贵太贵了 三四千万 大家想一想有多少人这辈子能够赚到呢 所以小勇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希望越大 然后因为老爸老妈都非常的支持 小勇也非常的开心 所以昨天晚上交代了自己的动向之后 小勇今天的一大早就睡不着了 他是左思右想 想了想上海毕竟是中国的大都市 不能太寒酸 所以小勇把自己的背包给扔了 然后到镇上面买了一个漂亮的密码箱 小勇说这个密码箱价值不菲 价值200大洋 然后小勇说为什么要买密码箱呢 以前都是拿一个背包 像去青州的时候 去找小凤的时候 就是拿着自己的背包的 但是上海不一样 上海不是青州 上海是国际大都市 所以小勇说 一定要把自己打扮好 打扮的不能像土包子一样 所以小勇说要买个密码箱 小勇说三十多岁了第一次买密码箱 这个还是挺激动的 然后小勇说密码箱里面能装什么 小勇说自己换洗的衣服鞋子 生活用品要全部带上 小勇说上海大都市消费特别的贵 虽然没有在上海生活过 但是道听途说上海的消费比广西要高好多倍 所以小勇也是心里发虚 然后就只能把自己的一些衣服给戴上 小勇还说了因为是去见上海女粉丝 所以他也准备了礼物 但是小勇又准备送番薯给上海的女粉丝 在这里刘哥要批评一下小勇的 大家也知道上海什么没有 会没有番薯吗 对不对 这个就是送番薯 就是太对不起女粉丝的热情邀请了 大家也知道番薯经济价值特别的低 虽然番薯也是好东西 可以让人填饱肚子 但是大家想一想改革开放多少年了 对不对 大家现在多付的流油 对不对 小勇还给女粉丝送番薯 大家也知道 在上海也是处于长三角地带 一般见面都不是送番薯的 至少也要送点像样的 对不对 广西螺丝粉 其实我倒觉得可以送几包 但是番薯这种几块钱一斤的番薯 重又很重 而且又不能直接吃 大家也知道一般城里人不是生吃番薯的 需要把番薯蒸熟之后才能吃 所以也是特别的麻烦 所以我感觉小勇送给女粉丝番薯 虽然千里送额毛 理清情欲重 但是现实很现实 小勇这么便宜的礼物送出去 肯定会让女粉丝心里一寒 自己大老远的 非常热情的邀请小勇来上海 相亲 但是小勇却带来了这么廉价的礼物 会让女粉丝心里产生小勇很抠门的念头 到时候先路为主的这种意识 在脑子里挥之不去 上海女粉丝肯定会对小勇嗤之以鼻的 而且大家也知道 和小勇相亲的女粉丝 她肯定是没有结过婚的 三十多岁的肯定是将近三十岁左右 或者二十七八岁 大家想一想 这样的女孩子 她家里面的爸爸妈妈 肯定也很非常的年轻 肯定也在世的 她的父母多还在 小勇送出去的番薯 如果让上海的丈母娘丈人知道之后 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肯定是适得其反的 所以小勇送番薯真的是得不偿失 自己背得累死 然后上海的丈母娘丈人 也会觉得小勇太抠门 反而会看不起小勇 所以小勇要么就干脆 我的建议就是小勇 要么就什么礼物都不要带 就光能一个人去就好了 或者就带一点广西 特有的一些土特产 而且要经济价值高一点 不要带一些番薯 重又很重 一大包才十块钱 非常的廉价 大家也知道上海 它其实是非常精致的 多是中产阶级 家里面的房子卖掉的话 多是千万富翁 所以小勇一定要把握好自己的定位 千万不要让上海女粉丝给看扁了 大家也知道 一个人如果被女人给看扁了之后 大家都会先入为主 上海女粉丝肯定也是 这个凡胎熟子 如果他收到了小勇高档的礼物 他肯定会笑着合不拢嘴 但是如果收到了小勇送的番薯 他肯定会心里很郁闷 难道自己就只值番薯这个价格吗 对不对 所以说小勇送礼物 千万要三世而后行 小勇当然送给女粉丝礼物 还是比较有心的 但是送给女孩子礼物 其实很有门道 很有讲究 小勇要好好的学一学 然后揣摩一下 上海女粉丝的一些想法 千万不要礼物送出去了 结果反而闹得适得其反 更加获得不了上海女粉丝的好感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儿了 大家觉得上海女粉丝突然联系小勇 小勇也信以为真 直接准备去上海相亲 大家觉得小勇去上海相亲 会不会自取其辱呢 还是说会顺顺利利 欢迎大家在本视频下方 留下自己的想法和看法 也欢迎大家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 麻烦大家长按点赞五秒钟 给我来一个强烈推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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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